这一堆像座小山的药品 就是从各地药物回收站收集而来的 多达100公斤的药品是短短3个月来 在65个宜兰地区居家废弃药物减收站回收的数量 根据药室工会检查 发现回收药物多半是治疗高血压糖尿病 以及高血脂等慢性病的药物为主 另外感冒药也是另一项高回收药品 药室呼吁民众这些药物虽然可以吃 但一旦过期或是直接丢弃都会造成污染 为维护环境卫生避免药物破坏环境 宜兰县举办居家废弃药物回收销毁行动 希望民众不要将没用完的剩余药品 随意丢弃倒进水槽或由马桶中冲走 因为这样的行为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可能产生生态的反馈 从环境中再度危害人体健康 家里的固体废弃药品像是胶囊药品定剂 可以透过分类随垃圾车丢弃 至于一体废弃药品如糖浆药水 则要送到居家废弃药品减收站回收 最后就会送往垃圾资源回收厂进行统一